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著名的小說家李喬先生 在我們還沒歡迎他之前 容許我簡單講句話 李喬先生的著作非常豐富 在我們的圖書館裡頭 我剛剛檢守了一下 最少有五四筆以上 包括影音資料在內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 所以我正在想跟李先生商量 看看能不能夠協助我們讀書館 能夠收藏 因為他是被我們列為要重點收藏的作家 要所有的作品的所有的版本 我們都希望能夠在台大擁有 因為他是台灣具有代表性的小說家 特別是他的大和小說韓樂三部曲已經翻成英文 然後在國際間受到好評 我十月的時候在加州大學開會的時候 看到他們所列的一些書目以後 參考的文章以後 就有很多篇是關於李喬先生的論文 所以這是不只是我們台灣本土的聲明 也是國際間所重視的主要的作家之一 那麼我們很高興能夠邀請李喬先生來擔任我們這一次的 台大文學講座的這個講座演講 讓大家熱烈鼓掌歡迎這個李喬先生 很意外在這個場面出現 想起來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來到台大 這個全國最高的學府裡面是醫學院來教我 第二個和這個結言是 還是柯教授的老師 齊芳燕老師 我的作品在鄉野流竄多年 是經過齊芳燕老師 給我到處去敲樓打鼓 不小心有一部進了學院 而且把他帶他外國去 所以這個第二個因緣 第三個大概三十年前 由我們台大的不是在一個台灣文學社 還是台客家社 辦合辦的一個叫做業讀李喬 在這裡辦了兩天 也在這裡面 那麼這個過程當中 鄉下人能夠來這裡各位報告 只在是很高興 也有一點點惶恐 這個題目我想這個 所長要我講有關創作的 我個人有關的 那麼這個今天這個課程叫做現代小售 這個實際上這個關於現代小售 就這個借收定義的幾個 這個可能就要至少要半個鐘頭以上 那麼因為你是專家我就省念 那現在我講的是我的作品裡面 我曾經畫一個十字 歷史的眾生這條線的作品 還有一個社會現實的兩面東西 今天談的幾篇呢 都長篇 我短篇大概有兩百 長篇大概有十一本 也十一本 那麼這個是有關 和歷史有關的 這個我講的是心得的意思 又包括兩個 寫小售的人有兩種 一種人說自己叫我是小售家 我站在哪裡寫小售 那麼另外一種人就是說 寫作過程裡面 它是一個處理自己的心理的事件 甚至於是一個自己的心裡面有毛病 日本的文學研究有一個叫做 這個文學病理學 他們的最後的結論說 四類小售多多少少有心理狀態 或其實有病 那麼這個角度 其實裡面隱身的那個意思就是說 第二種寫作方法 寫作的那種態度就是說 把自己的一個想法 和自己有一身經歷的東西 以這個fiction 虛構的東西裡面 寫作過程當中 把自己心裡面的東西解決掉 或者浮現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我應該是屬於第二種 我屬於第二種 第二個我要再提一下 小售面對的這個題材 有兩個 一個是寫外在世界 一個是寫內在的 法國的普斯特 他二十歲 三十歲就不太會動了 他照樣寫在台灣 還在武大門 那麼是一個內心世界的一個存 經過內心的世界裡面 他對應於他的生存狀況裡面 一個反除的呈現 特朗斯特的戰車業活命 非常客觀的去出一個大歷史 這兩個態度 那麼實際上有很多作品 大概是兩個中間 兩個是中間的 這個現實是從 然後自己內心的每一個想法 把它湊起來 我個人一生當中 最佩服的 不好意思 只有一個 那就是Valien Foucault Valien Foucault這個老兄啊 他寫的東西幾乎都 他創造了一個 我都發音都是 抱歉 我都外語音 我發音都是日文發的 日文是的話 你聽得很怪 有一個 他創造了一個地方 就是Yokarnavartoff法 一個地方 那個是一個重複的 這個美國南方一個重製的 複製的一個地方 然後把一些他 生活當中體會到的 他心裡面想到 把它重組了一個東西 那普通大概說是兩種所有 那我今天所談的這些 有一部分是我非常個人性的 有一部分也是一種重組的 在我來講 寫到後來 我的小說後來是 以小說的概念 其實我在寫論文 我經常會出現一個東西 例如說我今天沒提到 我的蘭茶家春天 和反抗哲學是前後出現的 用一個反抗的概念 提出一個東西 然後我把它變成小說話 所以後來晚年 現在晚年 晚年的小說 都是一種論文式的一個小說 那今天我要交代這個 有一個用心 就是說各位是理論的探索也好 或者有一個寫作 自己要重新創作也好 我這個和台灣歷史有關的 有的還跳開 後面有談到我重寫白蛇傳 我重寫我提到 我是第一個反共大陸成功的 在台灣 我寫這個白蛇傳 在杭州 在西湖 這都幹起來的 那麼我這些歷史的書寫當中 在技術層面我學到什麼 最重要我怎麼因為這個協中而改變 那麼這兩個東西呢 也過為一個鏡子給我參考 這個講完我另外一個東西 因為談這個我不得不要 一個對我重新談一下 什麼叫小說 這個店你不要把你們弄斧啦 我對於小說你做過 我有本書叫小說日門 那麼做一個界定 我最要講一句東西 我要重新詮釋一個東西 就小說裡面最重要的觀念叫做Fiction F-I-C-T-I-O-N 就Sigo 因為這個字喔 談到這個字呢 我順便要提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漢字 漢字的形生意香水啊 那我們翻譯成 因為要是人文社會科學 幾乎都是日本的時候 日本人用漢字翻譯出來的 所以翻成了這個漢字 或者中文以後呢 一看到就是說 例如說Fiction Sigo 那麼我們就望文生意 在這裡面去打轉 我們這裡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碰到人文社會科學 裡面專有名字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看成一個 完整的符號 不要去找說文解釋裡面去找 再幾個例子 例如說你們查詞點 中文詞點沒有宗教的樣子之內 不相信你查詞看 宗教不是說中文的名詞 是名字連接 日本用漢字翻譯這個religion 翻成宗教 那你找宗教要怎麼辦呢 你要查說文解釋 說文解釋就找宗教 那個一條線我不講 這講就一條線 太好玩了 不談了 那個就是你就會去找路來 那我現在也要給你 各位報告一說 我一定要偷一些 說一下這個Fiction Sigo 我們漢武力 Sigo是假的嘛 所以要敗官也時就無所輕重 那Sigo是什麼 我稍微要說一下 要講Sigo以前 我要介紹兩個東西 我們中文叫做事實 一個叫真實 一個fact 一個facture acture是真實 fact 事實 這兩個在英文的記事裡面 因為acture後面有a.a.r.s 是一個形容詞很簡單 在日文的世界裡面 幾幾字幾幾字 也很清楚地看出來 一個是名詞 一個是形容詞 可是在漢字中文來講 這個很難分清楚 我做一個我個人解釋 小說寫呢 是寫人間的真實 不一定是事實 在人類歷史上 曾經有一個35歲的一個男人 突然生了一個孩子 這個真的時間地點人不都有啊 小說不一定要處理 為什麼 全人類歷史上只有一個人 我們不處理 那麼什麼叫做真實呢 就是根據我們人的這個 自然科學 數學科學 再加上我們長遠的歷史 累積的經驗 這個事情非常可能發生的 我們就叫做真實 小說處理是真實的 那fix是怎麼解釋 用我的話來解釋 就是說用人間很多的真實的點 用一條線把它串起來 那個串起來的那條線 叫做fiction 叫做seego 我們可以實驗 現在我一個人發一個 600字的稿子給你 就是說這個男生寫一個 最漂亮的辣妹 女孩子寫一個帥哥 用600字來形容 這個時候你會出現一個問題 你會說 我最愛找這個媽媽的人 這方面好 這個胸部不錯 這個人的臀部不夠 男孩子這個鼻子很挺 我嘴巴長得不好 那我要寫出來怎麼樣 你記憶中的最難沒你 有關的 強不給他激活起來 把他變成一個人 這個叫fiction fiction就是把他串起來 那我要係數這一點呢 我後面談到我的歷史書 寫採用銜接上 所以我特別一下 對這個seego 是人間的很多的真實 用一條線把它串起來 這個叫fiction 另外我在場面推論一下 邏輯的一個推論 其實我認為 所有的虛構的人 不可能真正的虛構 因為說我們是鬼啊 就比人比較可怕一點 神人就比較帥一點 你搞了半天 那個ET嗎 還是五個手指 他有三個手指 用物理的一個解釋來講 什麼叫做存在 長度寬度加上高度 那不夠呢 害你同一個時間 乘以時間 這個叫做存在 如果你現在你給我seego一個東西 回去試試看哪一個都成功的話 這個Takuna 諾貝爾 你創造一個非常度 非寬度 對於高度 也不和你同一個時間的東西 這個seego可能嗎 不可能 所以想起來呢 實際上人間真正的中文seego是不可能的 所以seego是人間的真實 用一條線不穿起來 那麼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小說 你就會發現就是很美的事情 你會發現講哪一個人物 你會發現這個很像我 你寫瓦拉貝 為什麼 有一個相同點 好 這個跳開來 不然我這個下去 我時間太長了 那我現在要講的 我介紹的是我的捷義希萊安 寒業三部曲 寒業三部太大了 我簡單講一點 因為寒業三部沒有寫好 我寫了一個短篇補充它 叫泰姆山記 那這個貴銷的狀況 學得就比較寬闊 普通我這個 青天武漢這個白手 重寫白手是怎麼不講 今天這裡我比較詳細的講 比較 因為大家給我的印象裡面 是這個台灣的歷史的眾生而已 那我這個是另外一條線 最後我寫了1947埋冤 寫到最後之後 1947年28事件 那麼這個幾本書 我寫的字怎麼寫 我特別要提一下 我想看那個現代小說 我一看那個現代小說 我看這個題目 我再點一下 我這裡要聲明 我的捷義希萊江 不是現代小說 我自己把它打分數 除掉 不過這本書 對我這個不得了的影響 我要嘗一下 捷義希萊安寫的呢 希萊安寫的就寫那個 達巴尼 達巴尼 是當地的這個原住民話 那麼我們用漢字寫就是 另外創一個叫做焦巴年 口字旁一個交心的焦巴 就是用口字旁巴 年也是口字旁年 沒有那個字的 叫焦巴年 達巴尼 因為直點翻譯 焦巴年很嚴 達巴尼 達巴尼 日本1895年來台灣有 他這個達巴尼 塔玛尼 塔玛尼很接近 塔玛尼是玉 玉就是解 塔玛尼的玉解 就變玉解 塔玛尼 焦巴尼變成塔玛尼 塔玛尼就是日本人發覺 塔玛尼是玉解 現在我們用還是疫情 我們有沒有疫情相來的 好搞的 如果有的可能淹魂找我的話算帳 說你講錯了 好像沒有 還好 那麼寫這些東西 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當時寫這部分的過程也是很意外 我想人間的因緣變化很特別 其實當時好像是我們的這個蔣經國先生 但是他想要有行政院長想要掌權 他想到要進入歷史 於是他要連寫 中國先賢先烈傳 後面他加一句很精采 從台灣開始寫起 然後台灣寫完後來沒寫 我是被他請去 是國民黨中央黨部 中央文物供應社的出版了我這本書 所以我一直常常講這種事情 有的事情真的是變化很大 因為這個事情使我變化太大 好現在回過來 因為我老發是一個日記時代是抗日的 所以對那個那一段時間他懂得很多 他常常會給我講最淒慘的那個焦巴林事件 所以當時大家認養你要寫哪一本 結果我講我要寫這個焦巴林事件 好我就接下來 後面我講這一本書的寫裡面 在技術層面我寫了一個從來沒有多東西 那就是說我在從前有一個台灣省政府 台灣省政府有一個台灣文獻委員會 它裡面有一個我記得好像是八大本 八大本叫做疑青方革命檔案全黨 三百多萬字四百萬字 日本人這個很奇妙這個 他這個呢我們看另外各位考慮 警察嚴格制現在犯中文本 日本人做了什麼好事情當然要講很多 他做了什麼壞事情的造型 他把它記錄下來 那麼那個三百多萬字的疑青方革命檔 革命是我們講的啦 日本人當然不是這樣講 我們革命檔案裡面 他把這個事情的來龍氣脈怎麼樣抓人 怎麼樣殺人 尤其怎麼樣屠殺過程全都寫出來 那比如說我讀這個東西呢 讀的我第一次這麼進入這個歷史的苦海 在那個漢海的這個文字裡面 那裡面譬如說他講這個判刑 他每一次每一次的判這個法官判案的內容都寫出來 這個過程當中我慢慢的用平面的文字 看了歷史之間慢慢在腦海裡面 成了一個有空間感的歷史架構 這是後來才體會的 第二個呢 我根據這個三百多萬字的東西 寫成十二張表 寫十二張表 我發現十二張表 尾塞啊說記了這麼多 我根據十二張表又做成四張大表 做了過程當上發現很多漏掉了 不應該漏掉 一次之下那個比較年輕 大部分我都記在腦筋裡面 然後這是一段 第二段呢 這個現在已經Feed to War 田野調查是很講究的 那時候我又不知道什麼叫田野調查 我說我要寫這個 我一定要到當地去看看 於是這個時候他很臭小啦 那個時候從日本留寫回來 有一個年兄張良哲 我們台灣文學最賢代的 張良哲他成大裡面當講師 那個時候我拜託他 他的學生有幾個人幫忙我 事先我幾個點叫他們去查 查完以後我下去 那麼一批人就陪著我去做田野調查 現在有一個人現在是陳大的一個名教授 陳昌明 陳昌明就是當時的那個異邪孫之一 跟著就到這個最先是這個我們叫西蘭安 台南是西蘭安 誰是西蘭安 現在在台灣省協議附近了 西蘭安然後到了南化 從前叫南莊到石頭渠 到這個阿里關議錦 那有好幾個地方 我差點弄了半個月 那麼這個辦案當中呢 是一個非常不得了的一個經驗 例如說根據哪一部書 第幾頁裡面講一個人 一下子我名字叫不上 溫帳 叫溫帳 說死掉 說已經被絞情 給我講石頭棋 木字旁一個奇怪 石頭棋裡面人家 溫帳老先生住在那邊 我去見他 那個感覺很恐怕 很恐怕 那麼這個裡面呢 我最震撼的一個經驗來了 到了南化 後來叫南莊 那邊國畢是相公所 相公有一個姓鄭的朋友 一個職員給我講 他說這裡的鬼很凶 很靈 我們現在沒有 從那在相公所裡面 晚上有職業 他說我們職業都兩個人 不敢一個人職業 因為到了夏天 他有那個東西 我們穩定華講那個東西 幫助你整理文章 冬天他給你搶被子 這個玩笑還不重要 後面他講了一下 他說現在新蓋的那個警察局 現在噴水池那個箱 四年前蓋的 那個噴水池下面 挖出300多紀的骨骸 我說我歷史資料很清楚 它300多紀的骨骸 那麼我的史料出現了 出現什麼 8月3日的這個傍晚 威爾有風 撫情不穩 抱歉我都不太准了 大概聽得懂 8月4號 3號的時候我忘了 8月3號晚上就這個 有風 威爾小矣有風 撫情不穩 俘路的情緒不穩 你問後面四個字 當時犯長暗文 延文我沒看到日本 我雖然怎麼看我沒看到 延文他中文裡面 他說撫情不穩 四個字使用軍械 什麼意思啊 就把那邊幅度殺掉了 在哪裡就是四年前這裡挖出來的 這是一段 看完了以後呢 他又帶我去這個南華相公所郊外 有一個中文塔 中文塔 三層的 中文塔 我們要去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鬼很兇 我們有的時候 撿到那個什麼骨頭 往那裡面丟 有都沒有問題 有都第二天被丟出來了 那什麼意思啊 他說那是那個 郊八年事件的 那些同志們啊 趕快的啊 他們同志們啊 丟出來的時候怎麼樣 不是我最活的 這個identity是有問題 不要我再丟出去 那個這個是很玩笑 不過這個玩笑後面裡面 隱藏的很有趣的東西 這個今天沒有講 我對我最是反迷信的 那個寫作裡面 都非常多很奇怪的事情 今天不討論 我現在講進一步 好 那我就進去了 進去二樓的時候 用一個不鏽鋼的把它框起來 整個二樓裡面呢 就是骨倉 不是五骨的骨倉 是這骨頭的倉啦 骨倉 骨倉呢 對著上面一磨一層灰層 磨一會我發現 我撿起了一個這個雞垂骨 雞垂骨呢 轉彎的地方我發現不是斷掉 就一個很平滑的斜接面 我想知道什麼 日本刀這麼砍下來的痕跡啊 我拿到一個獨楼 這個頭蓋骨拿來看 我就手這樣拿 這邊一個洞這麼小 這邊洞很大 把這裡一片骨頭就炸掉了 我想到什麼 各位記住 我死掉獨得很熟啦 子彈從那個進去 從那邊出來 我帶著它 那個時候我現在想起來 我一直在形容 那個活肉圍的吉他 起棠啊 那是起棠啊 我感覺我整個人被通電 我真的 我進了那個很奇特的感覺裡面 我那邊 我腦筋想 老兄啊 你是誰啊 我突然想 如果活在那個年代 這個年輕小鬼 後代小鬼哪個骨頭 就是我的骨頭呢 我可能是這樣 那我今天站在這個心裡的某年呢 因為南部族也很可能說 那一個大約往死的人 這個年代出生的啦 這種感覺呢 我想我年輕的時候 比如講很多形容詞 老了不太會形容啦 就那種感覺 所謂歷史 所謂時間 它都壓縮在一起 那裡面坦白講 我看到如果歷史是一個大的河流的話 河流流水流過 還有萬千的那個石頭 大大小丑 那叫獨樓啊 歷史的獨樓從上流而下 到今天還綁過去 我看到裡面一個石頭 那個獨樓 石頭 獨樓 獨樓就是石頭 那個獨樓就是我 那種感覺呢 這是我發現啊 台湾歷史是這樣 我是誰 我不是誰 我將來我的文學路怎麼走 是這個時候出現的 那麼寫這個書實際上 這個好像中央黨國民黨中央黨 叫我寫10萬字 我已經寫到16萬字 還非常重要兩段沒有辦法寫 他說不行啦 你再寫下去不給你搞廢話 所以就寫到16萬字 那裡面有兩段我順便交代一下 有一個就是說留下來的 留下來的婦孺 他說他們躲在山上 哪能跑到山上 我給你兩個禮拜的 鹽巴和你們養 你上去把他們救回來 請他們招回來 後來這些人都跑山上 沒有人回來 第二個留下來的婦女 他政府 日本政府沒有辦法養 他就給他關到一個房子裡面 召集這個羅漢卡 裡面沒有老婆的人來撿 每一個人的左手 連綁一個我們叫背帶 背孩子 現在裡面的孩子你不用背了 背帶是背帶還是背帶 背帶 把他綁在那邊門外給他抽籤 抽到那一個就是你的老婆 有的抽到年齡很大的 他聽聽咕咕這個怎麼辦 他說沒有啦沒有關係啦 你又把我當老媽養 我身上有一點錢 這一段沒有寫 還有一段有寫的我忘記 那是最淒慘的一部分 我去的時候去看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地方 我請你看一個甘蔗園 那甘蔗園旁邊有一個中紅廟 就是羅駿 宜清芳 和這個江鼎三個人廟 是一個鐵壁房子 一片生鏽啦 那主要不是看那個廟 它旁邊是有甘蔗園 種甘蔗園是一籠一籠嘛 那甘蔗園的那個一籠裡面 我看很多那個碎片 那骨頭的碎片 好 這裡面是書上 日本的這個史料沒有的 民間的傳說一件事情 事情過了三個月之後 日本的軍隊和警察呢 把那些阿里關南化這個大邱園 全部的人擠過來婦魯 關在這邊一段生 他說今天我要放你們回去 我現在要分辨中間 大家要勞動服務 斷了很多鐵鏟 鐵鏟 還有鋤頭 鋸 鋤鏟 叫他們做工 他們挖到東挖到一般的時候 發現周圍都機關槍 把那個2千 3千個人殺掉 我站在那邊 現在看它是片片的骨片 看它是貌似的甘蔗園 然後那個史料見我腦筋 我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寫這本書 我寫歷史書寫 這本書對我是一個不得了的影響 不得了的影響 實際上從此我也進入所謂 台灣歷史的苦海裡面 還掙脫不了這個 那麼因為有這本書出現 我後來我就到了1981年 這個前後大概三年多四年當中 我出來一本書被人家含了很多 叫做韓業三部曲 其實這本書的名字不是我起的 我不敢用 因為中少先生有一個三部曲 我不敢用 他說一定要用這個 所以名字是他起的 那麼其實這本書以前 我長篇小時候 大概已經做四本 四本五本短篇也寫了150多篇左右 那我這個時候突然發現 我現在有寫什麼 這個時候我回頭一看 1895年台灣各讓日本 到1945年這段時間 很巧是我父連我三代 我母連我三代的 剛好這個當代史就是 我們三代就貫穿了台灣當代史嘛 那麼台灣的當代史裡面 你不能夠把流水戰啊 關於流水戰我們講 今天台灣有一本書寫得最大 記錯200萬字啦 那你發現那就一個流水戰 小說畢竟不是歷史 小說容納歷史 小說應該把歷史把它消化掉 成為純淨的小說 關於這一點 我後面講我的1947 我又犯了毛病 那總是要再瘦 那在這個當代史當中 1895年是關鍵上的一個 永遠發不了一個195年 各讓台灣嘛 給日本嘛 真正成為一個外邦的殖民者 被殖民逮捕 第二個呢 統治台灣二十多年 三十年的時候 1920年 1925年 台灣以所謂用文 用這個文的方法來對抗 日本的殖民呢 一個是農民文化協會 第二個是農民主 這是兩個大 重大的歷史的點 第三個呢 就是說 在我們台灣老一輩子 我們叫南洋戰子 就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叫南洋戰 因為這個大戰對台灣人講 就南洋 很多人在南洋 死在南洋嘛 所以南洋戰爭 那就是說 南洋戰爭前1945年 就是中戰嘛 1943年我要寫的意思說 那個年代最窮困的歲月裡面 台灣人怎麼過下去 到這個中戰為止 所以這三個歷史的階段 我就以這個三個為重點 然後中間的東西呢 用小時候有一個東西 叫做倒序 用回憶 意思流就把它貫穿了 那麼這個書呢 就寫了編成 寒夜荒春古登 那麼這個三本書是這樣 那麼寫這個我要特別提小 特別提小 其實我當時要這樣寫 我來講當時想說 其實還是很浪漫 我想說因為客家人 我客人有一個特點 特別種子阿公婆 祖宗派 所以我寫一群土地 因為早期的客家人 在台灣的時候裡面 最重要的工作什麼 張人家的長年 也叫做長公 當長公 他是代代長官 三代都當你的長公這樣 那麼因為天災的關係 那個老闆對土地被水沖著 這個東西歷史上很奇怪 我講那個故事 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 既然就從前被沖著地 那湖流變大 這個我也沒想到 我會住在這邊 這個逃回來 那麼就寫這一批人 已經沒有深頭的依靠說 那個年代只有往深山走 深山是原住民的土地 那裡面給原住民增 就寫這一段 當時我是很浪漫的 就想 我帶了一家三 一家這個三代的人 帶了阿公的牌子 往深山裡面進發 我就這麼寫 很浪漫的寫 寫了三萬字 四五萬字 我寫不下去了 我去山林幹什麼 去打鍊 去油山反水 我怎麼辦 這裡面也是一個經驗 我面對協助困境的時候 我要找一位救生 我找一個能夠救我的東西 那個時候台灣史料裡面 只有一個地方有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社 那邊有接近100本 早期喔 非常早期喔 這次真的有心 那其中有一點是 台灣早期的那個土地的問題 那不是我一抓到 哇 我抓到了 我抓到了 抓到了什麼呢 那裡面我們覺得 台灣基本上不敢拿一個租金 包括1945年台灣 是移民嘛 移民對土地的那種獲得 獲得爭取或者搶奪 和原鄉中國大德是不完全一樣 那麼這個時候我發現 這一點的發現 他後來甚至於我的文化論述 全部都刮進去了 就是說我這個時候發現 好 我找到了 我的小時候要處理的就是說 我們的鮮明的土地問題 那個年代你會發現唯一 人唯一的生存之際就是土地 可是呢 人的後天條件不通 而土地不增加 所以土地給人帶來安頓 土地也是痛苦的來源 所以第二句呢 我的這個背景他講得出來 我是極端的窮農的孩子 我那講得出來 那麼我就處理這個土地的問題 我寫完土地完 行業寫的時候呢 其實第二部分的內容 我就知道農民主活與文化協會 整個內容我還沒想出來 但是因為抓到土地的問題 第二步那就非常順理成章了 頭一步是講滿清政府在台灣的時候 窮恐的大眾 農人怎麼去過最艱難的生活 日本持殖民以後怎麼樣 結論是說滿清政府統治台灣 窮恐大眾是痛苦的 是被壓迫的 殖民走到台灣是一樣的 那我這個重點就很清楚的抓到 後來變成電視聯繫集裡面的 涵業就比較很具體的呈現這個地方 我要講的是這裡面就講 就是說土地是人的 別人依靠 那土地當然很痛苦啊 因為每一個條件不一樣啊 朝代改變呢 窮無大眾 照樣受害 實際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呢 這今天沒有辦法講 實際上我這裡面要提的說 這種鐵業調查 這種結果發現 現在我們常常談褻鬥對不對 褻鬥的問題根本談到這邊你傳不了 你如果褻鬥的問題 你如果了解 早期的我們的漁民怎麼樣取得土地 那裡面制度叫做啃酷的制度 啃酷的制度造成一個爭奪 爭奪是兩個台團利益衝突 不但扣充 還要衝突 衝突結果手一起褻鬥啊 是電龍啊 窮人啊 去打 所以這樣一來呢 我們閩客褻鬥 什麼褻鬥 那個意義全部重結 玩到這邊我畫一個跳開 台灣 現代的台灣 社會學 人類學 歷史 文學 最有機會全面世界性的 一個大的學問的一個架構在那邊 那麼這個最根本呢 其實也後面有提的 就是大家回到田野調查 那現在先談一下 然後我們講這個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就是荒春就是怎麼樣日本統治之下 最窮困的一批人怎麼樣過日 你們是很難體會的 很難想像的 我跟你講我自己 我本人曾經有過 這個是到第三步去了 我個人曾經有兩年沒有看到米粒啊 你知道嗎 我兩年沒有吃到飯了 吃什麼 山菜 地瓜 還有一個東西可以當飯吃 你們絕對想不到 香蕉 香蕉怎麼吃啊 這麼多香蕉 錯了 還沒成熟的香蕉 把它薄了皮以後 去煮 第一次把那個強檢除掉 第二次再求到 第三次來吃那個檢心就低了 當飯吃 好 那別講個人了 那麼荒春講的就是 被日本統治之下台灣人的一個反抗 反抗的故事 反抗日本殖民的故事 那麼這裡面我要提一個東西 也是過年體會 我們經常有一個把人性 做一個非常簡化 好人 壞人 哪一個是好人 哪一個是壞人 哪一個民族 哪一個族群好的 哪一個是不好 其實呢 任何一個時代 我在荒春如此 孤東也會談到 同樣的日本統治台灣當中 日本人也又是好 也又非常惡劣 台灣人家族呢 非常的很惡劣 我們那個年代創了一個名詞 我說將來你們的文學研究 用了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希望你不要異議用外文 你要用音譯然後加以註解 有一個句子叫做撒卡 火洛文叫撒卡 三隻腳 那是台灣這個政治時候的文學裡面 特別的名字叫三隻腳 撒卡 什麼叫撒卡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人自己這樣 我們也是人兩個腳 日本統治台灣 我們不敢講他四隻腳是狗 那三隻腳是什麼呢 台灣人給日本人跑腿的三隻腳 台肩啊 那麼你寫荒春 那是我老爸的情願 台肩特別多 我老爸後久的時候給我講 從前給我學酷刑 怎麼折磨我的呢 不是日本的警察 日本人很聰明 很精啊 到台灣的事情去折磨台灣而已 所以撒卡很多 很多 那麼那個是寫第二部 第三部 1943年第二次他轉到末尾 這個我要表達呢 這部書的我前面兩本 前面兩部我不在場 又死掉 第三部我在場 我12歲 1945年 我12歲 那寫有兩條線 一條線是講什麼 在那極丹生存的困境當中 台灣的一般老百姓 怎麼樣活下去 活下地 連壽之間 怎麼樣有一個分決 分離 換句話說 怎麼樣維持一個最低人的尊嚴 而活下去 這是一個 第二條線呢 談這個第二次大戰 台灣有沒有參與 有啊 參與得非常荒謬 那是什麼呢 實際上當日本的軍人很少 他們以軍夫或者什麼農業團 什麼什麼什麼這個 這種名字呢 軍夫呢 送到哪一樣 那送人多少 我長期的評估我認為最少5萬人 最多8萬 死到多少 最少3萬 最多5萬 那最近有一些 經過統計一些有史料出現 好像我的評估啊 好像滿準的 滿準的 那這一段就是說我當時寫的時候 我什麼一個心情 我說日本人啊 他每年 現在我不曉得 我現在20年前 他每年就第一個日子 政府出錢 開著船 遺囑 史太南洋的遺囑呢 帶著這個鮮花或者水 他們用水 到你比如說巴丹島 到雷霆島那邊呢 去海濟啊 海濟啊 台灣一直 政府沒有做 民間也沒有人能處理 所以我寫故東第三部的時候呢 我還有一種 就替他們做一個招呼的一個想法 我心裡面有那種的 替他們做一個招呼 所以我這個小時候分了兩部 故東呢 寫第一部就是台灣 第二部份呢 有一輩青年 也就是我的 我這個男主角呢 跑到南洋 跑到南洋 菲律賓別的我不熟 菲律賓的史料我讀得非常熟 畫了很多地圖 逃亡的地圖呢 都是把他畫出來 那內容很有趣啦 那個神秘過程就不談了 那麼這個一進去 很短的時間 終戰結束 終戰結束呢 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 這個日本人把他放了 在死亡行軍了 那台灣人濃厚回台灣 主要寫這一段 那我憑什麼寫這個東西呢 除了史料 文字之外呢 我訪問了非常多的這個 去過的人 我請一個人 叫做李達安 現在應該不在 他那一次有650個人 幾個人回來也知道嗎 你絕對想不到 回來台灣 四個 然後他給我講一段東西 這一段非常精彩 講 因為他們長期沒有油份啊 他們吃草 草嫩的煮來吃 然後呢吃 我們講觀陰土 觀陰土我想應該是黏土這一類的 把他變毒子嘛 所以每一個人呢 吃的那個毒子沒有油份 越濕越大 每一個毒子都捧著 很大的一個毒子 那下來休息的時候呢 他敢坐下來 不敢躺下 因為躺下來那個很重啊 還有昏昏沉沉呢 同伴走的時候他就不會走 我就死在那邊 有一天他們走啊 走多少時間 不知道 有一天呢 我的男主角 他醒過來 為什麼醒過來 發現臉上有一些冷冷的東西 抬頭一看 下雨 前面有一個月亮 周圍一看呢 是一個山 一個小盆地 大家都坐在那邊 油都躺下來了 大部分坐坐 因為不敢躺下去啊 後來發現一個很奇特的警官 每一個人都面向走北方 菲律賓的北方是哪裡 他要講下去 我說 stop 不要講他 後面沒來 fiction 再講下去之後他也寫詞不好 這裡面也隱藏一個文學的奧秘 文學的奧秘 真實的世間 真實的東西 你如果沒見到 fiction的話 那個主題是呈現不出來 這個從頭老闆之一 跳過來 不講 不講 那麼這個故事呢 因為這麼長 你想辦法貫穿這個故事 小說 現代小說 現在你們小說是現代小說 現代小說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結構 construction 這個觀念 那麼我要把這麼長 50多年的年代當中 怎麼要跟它貫穿呢 那我的使用的方法就是說 第一個我在一開始寫的時候 我寫一個 一種比較濃縮的 接近詩的語言 我把這個地字寫的一個東西搬出來 那個搬著什麼呢 有一個東西叫做尊銀 那個尊銀 講到尊銀 台灣有一個很好笑 好多人講 我們回鄉的鮭魚 各位 你們不要當鮭魚 要當尊銀 為什麼 這個鮭魚回鄉以後 交配以後都死掉了 各位願意交配一次都死掉嗎 我當然不願意繼續交配 尊銀是不會死掉的 那裡面查這個地字寫裡面 有一個東西 我們那又回過來 兩億年前在中國的頭門家外海 輸入了交界的兩百海里的那個 這個暖流到最後一段 寒流的起點 那個地方兩億年前 創生了一個動物 叫做尊銀 那是活油性的尊銀 我這個不詳細講 那麼反正其中有一部分 它遊山玩水到了秋天到 大家回去要交配成的後代嘛 回遊的魚類 那麼有其中一筆來了台灣 台灣跑到深山裡面 第一次發現變化 就是說台灣島嶼浮起來了 結果那回家的路斷掉了 那個魚日本人發現了 因為是大甲河的上游 所以它起名叫大甲尊 那麼他們這個古師傅學家 就不是這樣講 它叫做高山尊 因為那個尊銀 回遊的過程已經被切斷了 被切斷了 有沒有滅絕呢 沒有 它就在 現在講解的是黎山 黎山裡面有一個叫環山 環山有一個渴流 現在裡面大概叫什麼 什麼齊家萬溪什麼不知道 它要名字叫國王加溪渴 我都查過了 回去看了 在那邊 流下來沒有死掉 我這個人引申 用錢的一個角度來講 台灣是移民的社會 所以呢 到了這個什麼秋風起東南 東兩來的時候會想故鄉 那我還引用那個火馬魚背風 什麼夜鳥曹南枝 我把那個引進去了 那麼因為這一點 我那邊小時候變得引起 統獨的一個故鄉爭 其實我寫的超越那個東西的 反正就是說 從錢的一個層面講 他要回到他的故鄉 如果更高的一個層面講 生命本身是一個悲劇 我們生命來的世界不是我們願意的 我們有沒有棘手 我同意來 所以生命流成為口農 然後生命到哪一個地方 尤其是離開了原創地 是不可能永遠 不可能回去的 這是陳芳爺老師講的 陳芳爺老師特別講 就是說 離開故鄉的這個尊諭 他必然會流落死 要永遠全部回去是不可能的 那裡面就更高一個層面的 生命的悲劇管 生命的悲劇管 那麼這個是以後這個東西呢 用一個細章把它貫穿了全部 怎麼貫穿呢 小時候離不看人物 人物演出情節 情節選是主題嘛 那這個小時候 你一定要有一個人貫穿 我那裡面的貫穿的人物呢 就是在韓裔的時候 18歲的一個洋女 其實我這裡面講一個 講一個我寫的一個隱密 因為我寫的父親 那個男主角他是一個 母親跑掉的是孤兒 那個女主角是被他賣了 三次的一個洋女 好像我重新故意去影射台灣 台灣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這裡不宜之貧 但是我講的都是我愛老編 我愛老母的故事啊 他真的是這樣嘛 關於這個我的歷史挑過來 台灣事情非常奇特 我最近寫了一個劇委 最近已經知道 好像被戲文劇打架了 也不神啊 我又寫一個大電影 1895年打掛山上 有6000個台灣兵4000個 日本兵2000個在來打 那個主角是我苗栗的吳湯欣 這個也很巧 吳湯欣跟何錫呢 他的老八 是在太平天國之亂的時候 用廣東跑來的 給皇家被這個 這個 這個 奴家來遭罪 生了4個孩子就跑掉了 和我的韓業是很接近很一樣 怎麼會這樣呢 那麼以這個人說影射台灣 這位好像很像 這不是我故意寫的 怎麼這樣呢 這個挑了 那麼這一段過程 我就是用那個母的母親 18歲的貫穿 由一個鄉下的小企兒 小養女到一個夫人 到一個家庭一族 最後成年荒涼的山村裡面 一個精神的象徵 那麼就把這個貫穿起來 最後他最小的兒子 流落在南洋 流落在南洋 這個李宋島說 我那邊一直寫 因為這我有體會 我這個母親的感覺 是母親的體鄉 我那個體鄉的感覺很明日未來 那有一天逃亡當中 他突然聞到一個體鄉 是媽媽的體鄉 他突然感覺到 菲律賓李宋島怎麼聞到 媽媽的體鄉 媽媽已經過世了 趕快看 他手上有一個 他媽媽給他贏的戒指 他媽媽結婚的時候沒有金戒指 他爸爸就給他贏戒指 他要走的時候跟你講 你一定要回來 這個回來還媽媽 他一看那個戒指不掉了 他心裡面感覺到完了 媽媽已經不在了 已經過世了 他爸爸早就過世了 於是他整個人癱瘓了 我給他形容 便是一堂肉躺在底下 我那裡面要講一個東西 我們講意識的世界 說到這樣為止 那麼整個這個大地 或者這個存在的運行 我是認為 除了人類的意識以外 還有一個運行的力量在那邊 我以這個來形容這個尊儀 我也形容這個 母親也已經不在了 流落這個李宋島的人 他會最後還是 有一股不是自己的意識的力量 真的好像天地的運行 有一股力量讓他撐起來 因為他心裡面有一個想法 我要回故鄉 我要回去 有沒有回去 我現在後面有點模糊 各位看的都知道 那麼我都寒葉 我現在要評一文那一本書 其實那一本書實在沒有說寫得很好 好到這樣實在沒有 這本書是非常好命 我這好命來講是有道理的 寫這本書的時候時間點對 就是說我們社會人的一個對於 一種開放自由的要求那個曲線 和政治的開放一定會越來激勵越厭 那未來越來越陡 政治的開放還不夠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事故忙來有點恐慌 他要找一個同伴 要找一個朋友 於是這本書所寫的日記時代的人 他覺得很像我們 所以我記得我這本書 有一些做政治犯的人出來來我家裡說 我在監獄裡面就看你這本書 我不是有意寫是這樣 這裡面還有一個故事 小時候寫久了 而且你不小心很長命 所謂的都很奇怪 我寫荒春 荒春的中立事件 日本的時候的中立事件 中立事件怎麼樣懲罰了那一段 我講的時候 我的手邊放在一個什麼呢 就是美麗島大省的時候 最後的這個陳述 我放到那邊我寫這個 他怎麼這麼像 所以他們讀了書的人就感覺到 歷史是一個 我想說歷史是一個回先梯 怎麼不斷地重複 不用講太多 跳過來了 我寫完這本書之後 我覺得不夠了 我覺得還不夠 所以我剛才也回到委員來講 我寫 我腦筋裡面現在有一些東西成套的 成套的一個觀念是 甚至於不好意思思想 我不敢用 我特別用引號 不敢這麼偷大這樣思想 那個成套的是有的 這成套的東西是我寫作的當中 慢慢形成的 而且我發現年齡老的 他還不斷還在那兒成長 並沒有停頓 這我偷偷地高興了一點 那麼我寫完了寒葉三部寫 現在不夠 我寫一個短篇給他補 那邊短篇那個題目叫泰姆山記 這本書其實也快講一個鐘頭 很奇特 那我泰姆山記是利用一個傳說 日記台灣文學的第一材子 李赫樂 各位一定知道這個了 李赫樂的他這個有一個傳說 他後來被毒手咬死 他後來怎麼樣才露哭 怎麼發生露哭的這個抗暴事件 那個地方我都去看過了 我都前進採訪過了 那麼說被毒手咬死 我就利用這個傳說把這個故事寫出來 我寫那裡面的不是真的是他 是借他的名字有歷史的眾生而已 我寫一個就是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 他有一個人就是銀色李赫樂逃亡 逃哪去跑深山裡面跑 關於這一點我偷偷地對台灣文學有一個 有一個key品質 台灣文學將 我這個還是一個文學的概念 有言行的概念 文學言行的概念 台灣在追求前途的過程裡面 像無作利物的雅夏孤雅為止 全部都這樣往外面跑 擦天端之寇 大家講得最不好 我是給他中照時間那邊最好的一本 現在大家都好像接受我的意見了 為什麼 重點是怎麼樣 因為我講一句開玩笑 中照時間氣得要死 我說男主角什麼事情沒有做 這個一跑回台灣就去逃跑 逃跑的時候什麼都沒幹 把一個女孩獨自告大 但是這裡面隱藏了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文學言行的概念 文學言行的概念 就是說人類的這個追求的路 就好像亞當要下發 因為犯罪離開了一段遠 以後大外面流浪 接受考驗 接受措折 接受挑戰 接受誘惑 這個過程會要找回理想之鄉 那麼這個過程人類幾乎差不多 這個叫做 就是文學的言行的觀念 那以這個角度來看 那我覺得我的這個含義還不夠 所以我就寫了這個 泰姆山記 就是逃亡 他往哪裡逃呢 台灣的深山裡面跑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 你台灣這麼淺的山 台灣的距離不夠 那個山有這麼神秘嗎 那我 既有的名的山 我不要 我要創造了一個山 你怎麼會隨便 我不會來 你會創造 引用神話 我的泰姆山名字是我起的 泰姆山的神話應該 關於這一點 我講神話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台灣的原住民不得了 比我漢人厲害 你看 泰姆的他人類的祖宗來見 人類的祖宗 人類的最先的祖宗 是他大山裡面生出來的 父親是泰姆 這個是很不得了 無論不得了的 他父親是泰姆 所以他有大泰姆山 小泰姆山 那傳說裡面小泰姆山是小老婆 他們有爭執 我查到結果 確實有泰姆山有小泰姆山 因為我抓到泰亞族的傳說 我就創了一個山叫做泰姆山 名字是我自己起的 有的人在名字做文章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這麼起的 因為引神就是一個泰姆 就是一個大地 大地的代表 我涵頁裡面也表達這個 母親大地合而為一的 生命的循環的概念 那麼那個山 你做泰姆 你放一個飄滅的東西也不行 我就放在藝山的旁邊 那你怎麼講我沒看到 我說那個山 你要有誠心誠意的時候看得到 平常看不到 所以他也 原住民裡面那個山有腳的會走路 這個傳說可以啊 總而言之我那個山寫的逃亡 逃亡一個人 追他一個警察兩個人逃 逃到故事裡面 經過一個小平原的時候 被這個百步蛇咬到了 我們小的百步蛇講的意思說 走了一百步就死掉 被咬就是沒有救的意思 所以我的男主角一被他咬到 都說他突然間整個心 把他放開來了 為什麼 我不用逃了 因為逃也逃不掉 我不用逃了 心裡忽然很寧靜 但是還好 因為我將死在我自己的土地上 追到那個警察也被他咬到了 我這裡面細數是什麼 大自然對人間的愛恨情仇是不設置的 大自然對人是一意看待的 所以讀的時候 那代表Nature的力量 是大自然的力量 大自然咬好人也養壞人 我讓他逃亡的時候 身上帶了一個小布袋 一個東西 一個種子 什麼種子 香絲樹的種子 那個年代賣這個菜種 賣樹種是一個行業 很專門的行業 所以他帶來一包這個種子 他要死以前 他把那個香絲樹的種子拿起來 這每一個動作都有 有他的Shymbolic 一個香絲的醫生 把他拿起來 那麼拿起來怎麼辦 我們要帶著裡面打一個結 才不會漏掉 所以拿起來一個手已經麻痹了 不會動了 拿起來那個香絲 香絲種子是什麼 愛嘛 相似就是愛嘛 可是又一個結啊 人間本來到處都是愛啊 可是人打了好多結啊 愛不能夠釋放出來 拿起來用牙齒的力量 光處打開來 牙齒代表什麼 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 沒有用這個剪刀 也沒有用什麼 用這個什麼材質刀 用牙齒打開來 人間的愛 也因為人間的一個糾葛 把愛把它拘束掉了 用最自然之情的 回到人本性來嘛 打開來 抓了一把這個種子 撒在這個周圍 第二個 也抓了一把 撒在那個已經斷氣了 那個追他的那個警察 那什麼意思 愛好結啊 好結啊 然後後面一段話 後一段話我講 我也難過 我說 這些種子 有多會發芽 我用字用得很近知道 不可能全會發芽 人間的事情 你多少努力 一定要多少回報 沒可能啊 我有一部分回報啦 所以說 撒起了相似的種子 我瞎瞎瞎瞎瞎人間的愛 有一部分愛會發芽 像今天我在歐比朗 講了一段 有三兩個人聽起來 我很有道理 發芽啦 就發芽啦 有多會發芽 那明年春天 春雨來的時候 這裡是一片相似樹林 我一定要堅持 今天太陽未失以前 我不斷去 第二天早上太陽昭失了 我們曉得這個 擺步手他是 流血性的一個 流血性的這個毒 所以他的肩膀裡面 一片鮮血 照樣看起來非常的美麗 看著自己的鮮血 一滴一滴 末日草叢林的土地裡面 感覺到自己生命 就回到那個土地裡面 於是他宜蘭的回歸大地 他說我沒有死 我只是回到大地去而已 明年春天的時候 我講到相似的種子 我將以另外一個形態 從林人間 那麼這個是我寫寒葉 不夠就不夠癮 加上了一段 那都是小的一段 講這個地方 好像講得很 第二個 我講 講太嚴肅了 我講下面一個比較輕鬆一點 我講白蛇傳 我先講 白蛇傳上面是歷史書寫 實際上如果看那個 我那裡裡面所引用的那些 史料和背景 實在寫寒葉山部寫 還是很容易抓 我寫這個白蛇傳 關於這個白蛇傳 我現在 我有一段要演講 我因為有一個動作 我好像講不下去 我再請問在各位 傳統的所謂白樹真 白蛇伐海的故事 看過這個書 聽了有講過這個 有一點概念什麼白樹真 白蛇和伐海 雷鋒塔 有一點點聽過的 請請 謝謝你們 好高興 我有一次 某一個學校裡面講 七十多個人 一個人都沒有記住 我突然間講不下 我要怎麼辦 我突然間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好多人知道 有一個人我就有同志了 可以啦 我現在講白蛇傳 我為什麼寫這個白蛇傳 我為什麼改寫 我用16萬字把它改寫 禮物有幾個 第一個是很早以前 我們讀書也是一樣 也是一個種子 我記得這個介紹的是 是貴校的那個 現在已經退學了 演員俗教授 他在題面介紹西方裡面 寫到西的 寫到西的 寫到那個 我們這個什麼 台灣的詞記 記詞 記詞有一個叫Neimir 是寫一個人蛇戀愛的故事 後來是悲劇結束 這個給我一個點 當時讀那個文書 我想演員俗教授 他沒想到 幾十年以後突然有一個人 這個給他一點來一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原因 就是說我對民間的這個白蛇傳 我實在很不滿意 關於這一點我要跳開來講 其實我經常講 中國人或中國這個民族 如果有四本這個西武記的話 可能比現在口外多 中國的古代小說 我第一名是白蛇 不是這個什麼 是這個西武記 不過西武記還可以改寫你知道嗎 西武記什麼地方改寫呢 他這個完全寫外面的世界 也就是傳統的小說 內心的世界沒有寫 所以這個書我們改寫呢 可以大概寫一倍 把這個唐三丈 這個豬八戒 孫悟空的內心世界 把他描寫出來 現代小說 這個是他的拿手好戲 另外一個 把那些看得非常精精有用 突然間施噎 把他噎死了 這樣把他斬掉 所以西武記給我改寫 我回過來講 那我對於這個原來的白蛇 把這個白蛇寫得非常的恐怖 好像心善逼人 而且很殘忍 要吞死人這些 這個我很不滿意 尤其後來變成最後是一個大團圓 生了一個孩子 後來還中狀眼 還莫名其妙 那麼我很反對 第三個我大概十七八歲開始 以及我接觸了一些佛理 也有一些迷惑 我一直接觸 一直有一個迷惑 我幾十年都是接觸迷惑 迷惑當中有一些體會 這樣當中 那麼第四個是很特別的一點 我到現在還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我從很小就開始 但是我非常討厭人 現在你會越來越發現 我越來越發現 我當年的體會是正確 尤其是現在 結果的這個社會 生態學的這個考驗以後 我們會更了解 世界上存在的動植物當中 對地球傷害最大的是誰啊 人對不對 所以我從小就很討厭人 這個背景我慢慢分析 但今天沒有時間 反正我就很討厭人 所以我心裡面就找一個沒有污染的新人 找了找去 找那個DNA拔了半天 人類的都已經污染了 後來找了白樹貞他不是人子 是新一代的人 我找了一個想法 所以把我卡住了 我要這個人 我要提出一個沒有被污染的人 雖然不是人子 這裡面像我這種 有一些政治主張人就這樣 我這個是本質論 從這個科目裡面 本來不是本質論的 我也不是本質論的 人子我都可以否定 一個白樹我接受裡面是最好的 最沒有污染的人類 這個我的心理狀況是這樣 後面我怎麼樣改寫 關於這一點 其實文學創作裡面 改寫一定要前來原來的不一樣 一定有不一樣 一定有所寄託 一定要你那邊 那現代生活未來有一點 拉得上那個主題才有意思 不然沒有意義 那我現在講幾點 我要改寫的要點 第一個 還原白蛇與青蛇的 白蛇與青蛙 這個青蛙 這個各位是專家 古代的傳說 那個小故事裡面 原來是白蛇和青蛙 這一點我為什麼要回復 有一個理由 適合以美學的原則 兩條蛇有什麼好玩 一定是一個蛇一個魚 這個有一個美學這樣對比 我給他回復原狀 那回復原狀還有一個意思 就是就是說那就是對這個白蛇之禮 法海學憲 我先講 這個跳過來 我先第二給他講 我交代這個白蛇之禮 法海的背景 我下了很大的功夫 這個方法是怎麼樣 我這一套各位可以參考 你把歷史事件的年代表排出來 你的故事去早認清 和歷史拉上關係 所以我算來算起來 這個故事要把它拉上關係 我白蛇之禮和法海要拉上關係 因為主要是講秦法之鬥爭 秦法之鬥爭 你回到佛教裡面去找關係 佛教裡面有一個叫做立宗 有一個叫立宗 立宗的這個老大是道宣和尚 道宣法是唐山上的土地 由他開始這個佛教裡面立宗出現 我們這個很多專家 我不要講很多 那我早上立宗的年夜日大概 這麼久他那個十年二十年沒關係 那一段時間我讓他拉上關係 所以我再一算過來 那個好像是法海是一千六百幾十歲 那白蛇之比較差一點是一千五百六十歲 我把它排在那邊 是因為歷史上有這個 那個洗仙也一樣 關於洗仙也一樣 我是把它典型化的意思說 法海所代表的是一個 是一個不會變的 法有兩個 一個是立法 一個是法律 人間就叫做法律 超過人間的 包括自然法裡面叫做立法 佛教裡面講是立法 立法是存在之間能夠穩定的那個力量 叫做立法 法海是代表這個 可是立法之下 我們人成為一個人 或者動物的世界裡面 他有給予 不管是上帝或者佛祖 他是給予一種半自由的一個意志 我們的意志是半自由的 你有全自由 沒有 因為有人有對過死亡 死亡是對人家來講是絕對的 所以是一個半自由的 那這個半自由的 你要給他安排成 在這裡面代表什麼意思 於是我就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白蛇之內來言 他為什麼迷信人 這個奇怪 他為什麼一變得年幼 他看了人就迷上人 像我就不會迷上人 我變得年很爛 原來他在小蛇的時候 被人抓到的時候 有一個叫我記得叫李泰 我取名字是我取的 我沒參加 但是我取的名字 他被人抓去 要抓去吃掉賣的時候 他把他 我想是小孩子 大年不行 小孩子比較純潔 看到白蛇啊 好可愛啊 你不要被人抓掉了 我花五分錢買了把他放生了 那時候要走的回頭一直看 我們想人 人這個好像有一個發展心理系這樣 人第一個印象 看他那是自己的 東部也是這樣 他的母親 他看這個李泰好可愛的 於是他千年的修為當中 他那個最先的印象還沒有改 人是好的 人是好的 那麼相對來講 我剛才這裡面寫的 我講了那個 這個青蛇 青蛇 這個小青 小青的這個創造 我個子裡面很得意 小青第一個 為什麼用什麼 還變成青魚不要蛇呢 因為這個傢伙 他對人了解的很多 所以你不了解你什麼叫人的惡禮啊 所以他住在哪裡 嘿 住在西湖 住在西湖 西湖很多人啊 尤庫很多啊 觀光聖地啊 這裡面還引出一個東西來啊 歷史上又有 所以我的歷史背景都是真的 西湖 小書是我的西湖 那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人曾經西湖 女色 女色以後把他輸去的人是誰 應該也是啦 蘇東坡先生啊 蘇東坡是這個人 記者很多人迷他 有的人還有你迷他不願意蓋 你孩子不嫁人 他愛上蘇東坡好多人 台大記者有幾個 我知道 很可愛 這都愛得好可愛 那麼蘇東坡曾經在管這個西湖的時候 因為伊斯蘭有把他清了一下 那個蘇提就是這樣來的嘛 把他泥沙白錢的蘇提嘛 蘇提就把他做醒了嘛 那個時候出現了一個事情 這個就是西湖的 蘇提子 因為那個大清你在那裡 正在那裡前修 深水堤裡面 這裡面 佛教裡面的一個靜坐的那一套 正在那裡靜坐的時候 我們曉得坐這個底個橋 蘇二四橋 我知道有點混了 那麼他做這個蘇提的時候 他把那個橋樁啊 打起來很深啊 一打 好時不時 打在這個小清的這個岩神上面 這個也是很虛幻的 因為對漢人 對我們岩神你怎麼理解 就是給他壓住了 給他鎮壓了 從此這個小清 這個大清雲 不能離開這個 不能離開西湖 所以他 大家都實際上大善人 這個蘇是 這個蘇眷西湖的時候 他說 既然做這個好事情 把我傷死 害死我 我不是一輩子了 永遠把他害死了 他恨死了 大家這麼好的人 多做壞事情 把我害死了 所以他 因為又住在西湖 所以天天看了這麼多人 人都惡疾 他很清楚 所以我把他背景找出來 另外一個呢 錫仙 錫仙我跟他拉上有個關係 拉上有個關係 我們曉得南宋 北宋南宋 南宋的時候有個最大的議題 和現在台灣的戰鬥很像 就是說 核戰之意 核戰之意呢 我是安排洗仙樂老八 他是 和勤快是一條線的 祖核的 後來祖核勝利了 後來為什麼被殺掉呢 我們曉得 政治鬥爭這個東西 很可怕 兩方面在政治鬥爭的時候 我雖然贏了 贏的過程裡面一定有見不得人的 見不得人就找自己同一派的 港國的 哪一個人來叫替死鬼 我就把洗仙樂老八是一樣被犧牲的 這是我創的 我這種創是不是有什麼含義 那你就找含義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背景 一個人 洗仙樂變 我把洗仙樂代表人性裡面最惡質的一種 最惡劣 因為公子格爾他什麼都不壞 可是他 我的爸爸也本來是核戰之間 我是勝利的一面 把我老八被殺掉 一度是不平不滿 然後公子格爾什麼都不壞 吃貨完就全到 所以就把那個人性的二職的人 在他身上點心化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人 那就是法海 這個也是我記得書上 這應該書上有不是我創的 他是一個老大殘廚 對這個 所以我小說寫到後來 哪一個是我創的 哪一個歷史我自己忘記了 那我就把這個法海是說一個山中一個賴殘廚 這裡面就勾 這個構思裡面就勾到很多有趣的關係 那個殘廚 這個老殘廚怎麼樣會變成這樣呢 這裡面有好幾個段 其中一段西王母 這個讀中國的古書 西王母本來是一個地名 是一個河裡 你後來變沒有生命 有生命一直變過來 後來變成西王母 西王母的長相什麼 你去查 他是一個好幾個洞物混起來的 還有雞冠 黛玉 還有斧斑 還有鮑尾 它是一個 這個東西和中國的古代的 尼歐 是尼歐吧 不是尼歐 尼歐共公 古代的人類裡面 古代的生物界裡面 有不同的祖國產生 那後面我提了這樣 其實我沒有要配我之前 我的白樹枕 他修到裡面 他在台灣住過 為什麼台灣住過 我做什麼台灣 當然他在台灣住過 他跑到哪裡去 跑到埃及留學過 為什麼讓白樹枕跑去愛國 去這個埃及呢 埃及的西芬科斯 師先生人變成說他兩個對話 所以他 我們的白樹枕 他通希臘語 通這個 通埃及語言 讓他見面 大家可以怎麼樣 這個就是觸擊嘛 佛教人要觸擊嘛 看到西芬科斯師生人變 他一個體會 是可以變 生命的組織可以變 中國古代數據一大堆 然後西王母是 最重要杜花他的西王母 那麼這一段 我這個這樣講 時間都不夠 我要跳一下 那把他這幾個把他 最有精彩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 法海的過程當中呢 最重要 他怎麼樣變成 變成後來以法海這個大 以修這個立宗為最重要一點呢 因為我們講 佛教講究本性 最尊的 原來的秉性 因緣際會的 十二因緣論裡面 他生命存在著瞬間 就有加拉瑪 就有葉 那裡面基本生命形態已經確定了 那是一個蛤蟆 賴蛤蟆蛤蟆蛤蟆座身上裡面是不動的 它是非常穩重的 穩重的一個性體 這個生命體嘛 性體 那個時候我是安排過 這個安排裡面非常有趣 是我身上發生的事情 我給他安排到大仙侯上去做 這個講話 跳過來 我個人 我在苗栗文過讀過一年 有一個時 突然間這裡長一個釘 我家裡有一本人生36釘的那個 這個土解 我有 我家裡有 我這裡長一個釘 我可能這個是什麼 淋巴線那條線 反正都非常通通的要死 結果有一天 人家告訴我 有一個可以治療 用什麼呢 賴蛤蟆的那個乾 你切了一塊來 貼在上面 你隨便摘一個樹葉子 把它跌在那邊 這樣這個乾已經 貼在那邊 當它這個 已經反正被希臘乾掉以後 墮落以後 你那個釘 我們叫釘嘛 釘就會好了 不過那個賴 那個蠶蜀救了你 你不要傷他的命 有一個辦法 你準備那個針線 你用那個掛斧刀 把它切開來 切一段這個 這個乾 跌上去以後 你那毒水給它封起來 放在陰涼的地方 它一個禮拜左右 它就會跑開 這個事情是哪裡來的 我自己的經驗 我真的講那個釘 真的這樣處理 我也真的把它封起來 那個蠶蜀真的後來跑掉了 這個事情我引用了什麼 引用就是 這個有 如果現在算大概有四五公斤這麼大 大的一個爛蠶蠟 被人抓到了 人家上面怎麼吃 我們想知道蠶蠟是一個致陰之物 對身上長蒼 可以治療的 那麼有人 這個時候我創造了一個 當時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外科醫師 名字我忘記了 因為他那裡面有一個小官 也是一個好人 要救他 他是他 他得了這個一種 叫做人面瘡 他長得這個好像人的臉一樣 會動的 我家裡有人在說書 我有一個書 要怎麼治療呢 剛好就碰到了這個蠶蠟 他當時說 這個時候一個機會來了 可以治療 看到這個場面 另外一個人出現了 重要名字道宣 道宣火山 道宣火山 我叫真有 你查詩的意思 他看了以後就講 那個叫擺 我忘記了 他說你這個東西 你用完了以後 他好像三兩銀子買來的 他說這樣 我跟你講兩兩銀子 用一兩銀子 這個已經乾銀子出過的 讓我帶走 所以道宣之後 就怎麼帶走 那幾個看熱鬧的很熱 因為道宣 大家對得還多高 這個非常 你都要打我多高尚的人 大家幫助算了 那什麼事 我放棄了 都是書上有的 這只是真的 他在那邊 就給他 給他怎麼治療 因為乾 你不要全部切掉 要留一點 回去 他給他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這個也是佛教裡面講 我們講的就是那個業 業有重業 有輕業 有前世之業 有今世之業 有很多業 那個業 重業裡面最重的業 你用修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解除業的方法 其中有一種叫做兵解 就是兵解 這些知識我們哪裡來 我一直講 我在介紹這本書 你們學校竹書館 一定要有這本書 如果我們也想辦法找 丁福堡的佛學大詞典四本 我那些知識都是那邊來的 我那邊來的 我這麼講的 好 他呢 他說你身上那個重 嘎啦嘛 這個重業 只有一土可以解 兵解 什麼兵解 用他的戒刀 把賴蛤蟆的皮給他剝掉 就是兵解嘛 這個叫做兵解 兵解以後又引誘了 佛教裡面很講究 蓮花是一個聖結的一個信號 他就結了一個嫩的核葉 把皮剝掉給他蓋在身上 也是一種蓮花化身的一個過程 那麼最後呢 這個經過不講了 那最後告訴他一件事情 這個道宣要日滅 就是要延吉以前呢 他講我們這個 這個立宗從我這裡開始 可是我們有一個傳統很討厭 是要畢業證書啊 就是要用傳法 傳法 我實在不想傳 可是我如果不支持那個傳法 還是不行 我還是會交給你 但是你拿到了這個 他那個時候還沒變人形 嘴巴連著呢 你就往那個城旁邊跳 結果他就給他 那個叫做南山一 所以立宗又叫南山中 又叫南山中 又是立宗 這些都是佛教辭典裡面 不是我唱的 那後面是我唱的 他就他一個陰影的這個 延吉以後呢 拿到南山一就往外面衝 一群的這個和尚就 蹲在那邊就醉啊 要搶那個 搶那個衣博傳人嘛 他跑跑到那個山路外呢 他就一跑到山路外 沒想到這麼深這麼高 哇一叫呢 就把他打開來南山一半空 就飄啊飄啊變成傳統 他就一下子滾在那個山坡下 轉回來一轉身 我前面的新王虎給他一個記憶裡面講 這個什麼一跳 我忘記到地址 那我創的啦 然後回過來 他變成一個和尚 身上有一個淡綠色的一個 一個斑藍的衣服穿的 那就是法寒 那麼這些東西呢 就是說我要講的是說 這些既有的故事 我們加上新的東西 你寫的故事裡面 非常的爽啊 非常爽 然後我就把他 結果把他講完 我想另外講一個 我如果照我順序講沒辦法 另外還講一個 就是我剛才講 我自己治病的東西搬到那邊去治 還有第二個有意思 我30多歲 40歲的時候 我迷上了這個盆景 盆景是給張大天害到了 張大天全國的盆景比賽在頭份起行 有一盆說60萬 那時候我們的房子一間房子15萬到20萬 一個盆景的時候60萬一看 哇 這個時候發財知道 所以結果我曾經帶著老婆跑到花壇裡面 買了40克的那個增薄 小小的增薄買回來種 種了40克 我沒有曉得這麼難 沒有可能啦 不是 我這個時候我們曉得 增薄小的是增薄 尖的 它稍微壯大以後 那個葉變成鹽的 變成鹽的 這第二部分 後來颱風一來 有的倒下來 有的翻掉 有的根跑出來沒有死掉 我給它浮起來以後 那個鹽的葉又恢復增薄 這什麼意思 生命的延時的狀態 它都有碎化的可能 都危機來臨的時候有回來延來 這個和這個中國的故事裡面 幾乎都有這個條線 就是說回復鹽形 回復它的鹽形 那麼這個是我家裡發現 我家裡種的盆景 我把這個盆景就搬到昆仑山上面去 我有一兩台池的大的增薄 這個大的海風裡面倒下來 我變形回來 這個誰看到 白樹真看到 那麼這個就是如何在生活裡面 把它變成文學的東西 把它變成 這個故事裡面 我想創作的本身 是一個非常的妙的部分 後面兩點我要提到最後 我這本書裡面 我說寫這本書 我說我是寫了這本書以後 我去臨行變基督徒 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那我這裡面講 我想中國式的打架 最先用槽架 槽完了用拳腳 拳腳要用刀槍 刀槍完了以後怎麼辦 我們就沒辦法了 那麼他這個在西服兩個節奏都不講 金山的水曼金山節奏過程就是 我講最後的節奏的一段 那個寫到那邊真是生命史上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時刻來臨 對我來講很奇怪 我說我寫小事反正 那麼他最後比 我們比的 比完了刀器 最後比什麼 比印節 什麼叫印節 丁福堡的這個佛教大師 附冊裡面有關於印節的解釋 那什麼叫印節沒有人解釋 那裡面也沒有講 印節我來解釋 我的解釋是這樣 例如說這個上帝如來 祂不是本身的真理 真理本身有無窮的力量 這可能我了解 那麼這個無窮的力量是在神的上面 在如來的身上 怎麼樣傳給人呢 基督教大師就用信字 這個真言裡面講用信 因信 因為因信而稱義 那佛教有一套方法 就是用印節 我絕對信佛 我信佛 那他由於就有一個手勢 就是做 關於這些人講很抽象 我講一個你也各位知道 7月半什麼普渡的時候 有三個這個骰公坐在那邊 前面放一碗米 一坐然後鎖在那裡 做這個動作一直這樣 那是什麼東西 那就是印節 印節是什麼 人間有限的東西 我要去普思這個無秀的鬼魂 不過嘛 所以印節的時候它就變化了 一發十 十發百八發千 千發萬萬 一碗米變成萬萬米 所有的鬼 所有的這個惡鬼才可以吃啊 那一套叫做印節 就是說你用節對的誠心 你用這個心魄 會把佛的那個重大力量 我會用上去 我想 這次我都解釋 我不曉得有另外一個解釋 反正那個印節就最後打 兩個人打 用印節打 那麼用了好多印節 最後用一個印節 這個印節叫什麼 它名字很長 不 恐怖的不 不一切違障障礙 因為違障者的印 不一切違障者的印 文法來講這個不呢 我們叫字死動詞是不是 死之不 不一切違障者 違障者就是 危害有情的世界 就是妖魔鬼怪了 不一切什麼意思啊 使一切妖魔鬼怪啊 都會不害怕就降伏 就是我這個印節打下去 所有會危害人間的那個妖魔鬼怪 都會投降 這個叫什麼印節之王啊 最大 所以最後反海 做出這個不一切所命 打向白護身 白護身 他也是一千五百多年的修為 面對那個隨時會揮揮煙面的時候 這個是佛教的一個思考裡面 那裡面的他的邏輯叫做英明學 他很多的講話是兩面的 這樣講 這樣講 譬如說我的筆名 曾經用一個義禪題 義禪題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解釋呢 就是連佛都沒辦法 沒有用的那個姓名 那種姓名叫做義禪題 另外一個呢 不度天下有情 事不成佛也叫義禪題嘛 這是兩個解釋 同樣的道理 他現在就是說 使所有妖魔鬼怪都能夠被我降伏 白書真是想 他一直講你是妖怪 他一直我是人啊 他說你是妖怪 所以一打過去 突然他想 這個不一起為止這樣 還有一個意義 死天上有情 得起所厭 有情 我白說是有情 我 很簡單 我想不然是世間這個女子 我寧願永度輪迴 我只愛這個 喜倩和喜倩談戀愛 和她做愛 我只有這個 我有情所厭 我 你這樣公過來說 我用同樣一個印接打過去 我寫在那邊你知道嗎 我真的比放在那邊 我發現我被上出汗 這是一個很邏輯上的一個問題 真理是一個 真理沒有兩核 如果兩核就不是真理 真理唯一 現在真理 A 法愛用真理 我B 我白說是用真理 不是B 真理切是兩塊嗎 真理可能不會切兩塊 不可能 真理唯一 那現在為什麼真理發生矛盾 這個對我講很重要 為什麼發矛盾 因為不是真理的問題 我去擁有或使用 或持有真理的本身的問題 人 或者人和這個存在一些東西 它本身的有限性 有限 真理在我的身上 我只能有真理的一部分 多少 我知道 凡是不可能全部 這個是 這裡面隱藏的來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 人的生命界的有限性 所以生命應該謙卑 對於我們自己擁有以上的那個存在東西 我們要敬畏 敬畏要謙卑 我給他 我沒有人不曉得 我只有這個宗教情操你要這麼講 我不曉得哪一個人什麼叫宗教情操 字的解釋你會找 英文詞典裡面都有 宗教 叫宗教情操 或者什麼東西是宗教情操 我的解釋就是一提了兩邊 各位自己徹底的體會到 也實踐我生命的脆弱 生命都有限 我的生命以上的呢 我敬畏 敬畏它的存在 那麼這個基本觀念是屬於基督的 基督的 我一開始是這個角度去接受佛教 後來有一些迷惑 因為佛教裡面有一點我非常反對 這個是一家四弟論理論來的 所有的這個有生界要修成菩薩變 菩薩到佛以前要連這個位階 然後神佛他已經得到了以後 他享有佛報 就佛報銀行裡面存款 存的東西如果是用掉了 要有天人五摧 對啊 那個佛菩薩你們臉會變成 你很疲倦 和我一樣 老頭子很疲倦 這個天人五摧 他又回來 回到哪裡呢 回到人的位置來重修 我本人很反對 既然脫離了人這個形體 你何必分基睫人類 所以我本人主張基睫生天 這個現在民主 我的觀念是對的 基睫你修了直接變菩薩變佛嘛 何必要進去人 何況我那個人很差勁啊 那整個是我的生命思考 還有我文學的文化的 全部都搞在一起 那麼這一段呢 我想我白書真是這樣一個狀況 寫起來 那麼寫這本書裡面 其實對我來講呢 我應用了 我講的那個辭典救老 我也是沒有常常讀完 讀通了一部分一加斯蒂論 一加斯蒂論是 他掛名是密羅菩薩 那個密羅菩薩是假名 不是那真的密羅菩薩啦 密羅菩薩還沒來吧 一個是唐千丈翻譯的 唐千丈翻譯這個東西 後來立宗他立在土地裡面 結果來嘛 所以我讀了這個書 我是後來才知道 這個閒接就上去了 那白書真的 這個白書傳我是這樣寫 後面的結尾還是後面的結尾 後面結尾 結果白書傳還是給雷鋒打 這個傳來故事你不能給他改啊 後來他在這個塔裡面讀完那三十 八萬六千卷的這個書以後呢 他誤到啦 他一誤以後第一件事 他懷孕的問題 懷孕問題我那個讀者把他化為無形 這個要化為 這個裡面是衛隔的問題 你這個洗尖漢他不能生孩子 化掉了 然後他讀到以後呢 剛才沒有講 他要被他關了雷鋒打以後 白書傳回過來問人家說 你一直講我是首非人子 我恰我問你喔 你法海你是什麼東西啊 他說什麼東西啊 你是刪除一個賴蛤蟆 於是呢 法海就在西湖畔變成一個 藍綠斑藍 藍綠斑藍一個化石 立法是存在皆必有的 當立法完全沒有人間性 沒有情的時候呢 就是一塊大石頭 那麼我想不一切有所謂的使用 還有畫著石頭 這是我認為是我個人的創造 後來白書傳得到以後 那我們講祭語 那個讀者是祭語 喝茶就喝了這家蓮子苗祭語 那麼祭語 我被他寫那個祭語 畫了兩三個禮拜就寫了幾句話 最後他駐他一個祭語 這個法海 身體就活過來了 然後又往金山石裡面走過去 於是呢 滿磁光滑皆大歡喜 結束這樣 這本書很少人談 有人批評說 講說這本書寫怎麼樣 不怎麼樣 我說抱歉 人家不會怎麼樣 我過年來講 將來我身後如果要論斷我 這本書算進去 好 就是表示我不錯 不好就是不好 我是把他在裡面 我重要作品之一 今天我們談了 5點幾分 5點20 好 我這個方法講下去不行 好 我後面簡單的講一下 最後要提一本書 那就是 我花了10年的時間做田野調查 然後把它寫了 那就是1947 埋冤1947 埋冤 這個題目 我不會講火肉圍 其實我這個題目 是用火肉圍來讀的話 埋冤就是台灣 所以我這個兩個埋冤 一個是名詞 一個是動詞 埋冤1947 台灣1947年 發生的這種悲劇 要釐清歷史的真相 有埋冤動詞 把它埋下來 我們大家重新往前走 我這個書是這樣的 這個在我來講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花了10年時間 這個去做田野調查 那麼我要寫的時候 我要把歷史的那個現場 要不要重現 這個是歷史與文學的兩難的一個東西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整體的議題 今天沒有辦法全部講出來 我只講一點 要講清楚就好 我在文學的角度來講 任何題題材 尤其田野調查 尤其這幾年來 這個所謂 所謂這個民族學 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的報告 都寫得好像文學作品一樣 但是你不要忘記 文學不是純淨的 它的主題的攏蓋之下 任何東西可以進來 但是不能承認它的類罪 也不能被歷史而寫中 歷史都被它所用 不給歷史用 這個 我有沒有做到 我知道我有都有做到 沒有做到 我的交班 我的捷運系來安沒有做到 而且說今天的現代小說課 我的捷運系來安不是現代小說 我這個自己把它清掉 我的埋冤1947 因為我那個心理的負擔 因為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十四歲 我老爸從前因為抵抗日本 所以中戰以後代表政府接受大福區 大福他沒有打外省的時候 我是我看著 我的父親因為他發生之前 他倒到房子裡面喝酒 我看著他 人家說那不要打人 我老爸就醉醺醺的往前往那個街上走 我後面跟 我跟著他碰到那一批人的時候 被他推倒到地下 腳壞還受了傷 結果那些人因為潑瘦之中說 某某人說不要打 所以那個是斯坦 大福 泰安 佐蘭沒有打 兩國以後我老爸被抓起來了 以領導暴動 我看著 我不是傳說 我當場在場 這是我的心裡面一個劫 這個劫是我過來 第二個劫 二八六中的處理 中兆真是那一代的人 他沒有這個體力 沒有時間 比我小的人沒有直接經驗 我十四歲 我老爸因為受了這個事情 我算是一個直接經驗 所以把歷史真相恢復原狀 是我的歷史的使命 所以我這本書寫起來 歷史被綁得很死 但是我自己自處之道 我上冊 總共74萬字 上冊就把1947年2月27日幫我發生的事情 到這個事業 我的藍豬橋被抓到為止 這個上冊 幾乎寫歷史的東西 所以把他用病 現在後現代小說裡有病貼 用病貼幫他處理 後面一段 臺事發生那個事情以後 臺灣上面有這麼 心靈上的陰暗之下 臺灣怎麼樣伸樓過來 怎麼樣反省 怎麼樣達到族群之間的關係 那是我那邊第二部分 我下車 那個應該是現代小說 也應該純粹的小說 那我那裡面是兩條線 一個是這個人還活著 一個人還活著 那個人就是 他自己出來一本叫辛酸60年 被判刑15年 關了17年 這個人還在 別懂 那個線比較寫實 另外是我創了一個人 創了一個人 和貴孝有關 我們大福鄉 我大福鄉 大福鄉第一個考上醫學院 五年級的女生 真的是這個人 發生這個事情裡面 結果所有的行政院 他的事都沒有提到 中山現在中山堂 叫中山羅 從前叫宮衛堂 他是被殺了一批的人裡面 唯一一個沒有死掉的 因為把他丟下來的時候 夾在那個水寒管裡面下來了 實際的狀況 我小學四年六年級的時候 我的老師和他很要好 他瘋掉了 跑到教室前面 把我們的教堂拼命講話 這是真實的 我都吸過了後面一段是我吸過了 你們面前講我實話 我吸過了 我說這個人後來接關於 監獄關了三個月放出來 毒死懷了孩子 毒死懷了孩子 這懷子來源我根本不要爽 你知道嗎 毒孩子 那這個孩子怎麼辦呢 他神經病要打胎 打不掉 台灣人說很丟臉 所以他躲到鳳林去 我要把他搬到鳳林之後 還有一個意思 因為鳳梨客家人當中 張棋蘭三個兒子 他自己一個三子一 他自己四個人裡面 被殺掉了三個王 我放在那邊 會把張棋蘭這個故事 把他引進來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場所的觀念 場所的觀念 像台北來講 以什麼族群為中心很難去改變 鳳林是一個新開的一個土地 不是哪一個足球沒中心 大家會共同來成立一個聖打 這個觀念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隱藏了這個觀念 就新的一個土地 不會說我是老大你老二 我是主人 實際上今天講起來 我們人類如果有那個新進 不敢來任何一個地方 不要說這個是我的中心 中心是共同來創造 這個不要假想 後來他反正在那邊生了孩子 這個孩子是野種 是雜種 而且他是被強暴出來的 我裡面隱藏了一個意思 台灣的歷史上 台灣不但是被強暴的 而且有後代 那我們就恨了嗎 我們要報仇嗎 要怎麼樣 我就處理那個心情 那個被 實際上這個人 我想真的人 後來他精神狀態 權益以後 回去師大等衛生公民衛生這一系 後來在台北的某一個初中教書 後來我一直盯著他 後來退休以後 在台大的附近交太極權 這個你不要去查這個人 我的故事裡面 他孩子生出來以後 他說什麼 台灣歷史上經常以恨共生 兒子是我的 愛是我的天性 可是這個兒子我是被強暴的 所以這個女主角 他都一肚子裡面愛恨 愛恨交纏 台灣的歷史上 畢啦 幾乎都是這樣 你看日本都台灣 當然我們恨之多 可是台灣的物資的建設技術 他做的 每一段都可以這樣解釋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這是我的 我最重要就講的 我創造了這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 我讓他這樣 其他名字叫做普什 你一查詞點普呢 烏拉西瑪他都叫烏拉 烏拉西瑪 普是什麼 海邊的那個草地叫做普 石呢 是果實 這個孩子是野種的意思 野種的普是嗎 海邊撿到了一個石 一個果實 就是野種 可是問題是這個 因為他是說過日本教育 很完整的 他這個普什的日本話的發音 叫做烏拉米 烏拉米什麼意思呢 厭恨 他是一個厭恨 我兒子是厭恨的化身 可是是我兒子 我怎麼辦 我這過程 這個過程非常故障 簡單的 最後講完 他以16歲的年 考上建國中學 教完中學 那個考上那個晚上 母子有一段對話 母子有一段對話 母子這段對話 就不好意思 我去燈把他關掉 兩個人都讓他喝酒 母子兩個喝了酒 前面還有一段 這個女的後來談戀愛 談戀愛要結婚 同一個晚上沒有辦法 兩個人不用 男的沒有辦法接觸 沒有辦法接觸 那麼他兩個人在家裡面 這個他當媽媽坐在房子 媽媽在寇廳裡面沒有開燈 兒子走過來 你一邊睡 你一邊睡 他當媽媽要講話 他說我要講 媽媽你不要講 我先講 但兒子講 啥種了 他講 他講 我說你一輩子很野蠻 你受了很多痛苦 你是一個被強暴的一個掌握 台灣掌握 可是你有罪嗎 你有罪嗎 你在中學裡面 我們安排在花蓮的中學裡面 教英文 教得非常好 師生都很尊敬你 我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要算進去嗎 他們有關係嗎 我是一個丸子的 新的另外一個生命 我這你的很好的兒子 現在很好的學生 我已經考上建國中學了 以這個方法 從這個的謀咒裡面 這實際上很難抬頭之裡面 去解脫出來 人間的這種埋冤 埋冤 怨恨 你歷史的東西不能忘記 歷史要釐清 釐清以後 埋下來往前走 我重難否是一個雜種 我是被強暴生的孩子 我有罪嗎 所有農民我都罪 那我做得很好啊 這樣一看的人間是往常做的 那麼這個是我寫這本書 最後的一個結尾 很多人看了後面 就替我擔心怎麼辦 你弄個雜種怎麼辦 有的人就猜錯 當然有偉大的母愛把它暴龍 對不起 不夠啦 我不是母愛暴龍 暴龍的話 有的時候不一定有暴龍 讓那個最核心的受傷害 本身的覺悟 本身的覺悟這裡 有理由到這裡沒有時間想講 那就是說 這個是藏手的觀念 那是一個台灣的大地 自然的力量教養台灣一個自然人 他的手講的事情是自然人 自然人就這樣想 這樣出現的一個東西 那麼這個時間我大概只能做一個解面 後面我要 我的歷史書寫行程 我這個想法 我用思想兩個字 我不敢 因為思想這個太嚴肅了 我大概過不過思想 那是怪蓋關以後的事情 那我幾種東西 我自己體會到就是說 我這個時候一生的一個核心的思考 生命是很痛苦的 這是什麼 我第一文長篇小說叫痛苦的符號 我那武術害死我 寫痛苦的符號 結果我七年開始 我的背痛 我前兩個月前我請慈張周年吃飯 因為我古次 古次痛了一年 我叫做古次背痛周年慶 請人吃飯 由現在好像比較不痛 所以我這個 我生命的痛苦我是非常有感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講回到田野調查 進入歷史的形成 就是說台灣剛才講的 台灣有幾個聯盟科學的東西 聯盟社會科學 真的可以什麼塑星 世界性的大學問 那麼請你回到所謂Ferrott Wolf 這個田野調查開始做起 第三 這個點我想所謂尊重這個Ecology 生態學的原則 生態學的原則非常 現在不管自然科學或聯盟科學 生態學的原則遵守 是顯學 是所有的基礎 台灣有一個講法很奇怪 坦越的發展以生態的保護 起得一個平衡點 扶手扶手 因為生態破壞不可能恢復嘛 所以台灣的產業要怎麼發展啊 生態原則是要發展 你不能說生態犧牲28 產業分子28 這個是不對的 生態原則簡單的講三點 第一個我們了解說生態所謂Ecology System 就是說生態系統 我們所有的動物植物 它是一個系統 層次系統的 不離開這個系統 第二個生態要維持一個平衡 第三個最重要一個講法就是生態人口 什麼Ecological population 在這一塊空地 空間裡面 人 動物 植物 彼此都是人口之一 人口一個人口不能夠去 你高興哪一個人把它消滅 哪一個人砍掉 山川的形狀 河流 那些它都是千百年漫漫成的一個平衡點 人如果生活在那邊 很詮褻的我是生態裡面的一個 我是人和動物植物都一樣是其中之一而已 那麼這種態度呢 是我想 說未來的人間 到目前為止都會想一定要遵守的 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 那因為我涵液寫到這個泰姆山巨人 寫著一個安住於土地的一個identity 普通人講identity 都講得非常的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的東西 什麼民族認同 國家認同 什麼國家認同 還是什麼 文化認同 我把這個概念放成非常個人性 我個人性的一個講法 人的生命和植物很像 植物長大以後開花結果 那個結果新的生命在那邊 可是那個生命還沒有完成 什麼時候還完成 離開母體掉在地下 掉在地下 這樣滾來滾去不可以 已經要定在那邊 安定在那邊 找到水分 然後就養分 吸收養光 新的生命產生 那我們生命 藍裡的結合 毒子裡面是一個nature 也是一個自然 然後這個生命完成了沒有 還沒有 要離開母體到哪裡 到了mother nature 我們講英文 mother nature就大自然嘛 那麼這個生命才說完成 人都和他一樣 不過人必然不是植物 因為植物種在那邊 你的identity就贏在這邊 人會移動 人會可以用 而且有一個講法 所以都存在這個identity 所以但是你如果感覺上 你的生命和你處在那邊 久住他鄉一故鄉 你住在那邊 你的我生命就定點在那邊 你的生命定點在這邊 你的生命的數非常大 如果像我這個很小 這個苗栗這麼小我就夠了 你的數非常大 你的數字可以 哈過太平洋到美國到日本 你的這個 你的另外一個業庫發的中國發展 可是你的生命的定點就在這裡 你如果你要移到別的地方可以 但是畢竟生命有一個定點 所以我想生命安住於土地 這種觀念我多年體會 人間難免有衝突 有一些悲劇 可是大家都認同土地的話 人間的那種衝突可以減少很多 我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後面一句話實際上 我講我您是我 我書寫我消息時故的這個交錯中 又因為我書寫我領會我是什麼 其實我現在寫的 這輩子最後一篇小說題目叫做宙志環 我一開始要重新處理我是什麼 我超越了那個哲學的講法 或者小說裡面觀點的說法 我重新詮釋 然後我要說明這個我是存在現在 是其中的一個我 那歷史的每一段裡面還又是有一個我 那宗教的講法 哲學的講法 我想要擺開 我想要談這個節目 這個題目叫宙志環 我最後一小說 宙志祖宙 我一直講 聖課在台灣的人 不管是哪一個族群 我感覺到我們還叫被祖宙 我是從這個 貝製 貧製祖宙志環 他的馬雞骨最厲害 他的武術最厲害 他要死以前 他歸天以前講 裡面這些人 尤其裡面漢人 你傷我的土地 你滅我的血脈 你如果不改的話 子子孫孫永遠這個不得好生 我這個叫詛咒 而且是台灣人的詛咒 我這篇小說裡面 想要講一件事 咒是一個環 我怎麼樣從詛咒的環裡面解脫 解開來 脫離那種詛咒 是我的期待 我這個小說他寫了四分之一 寫得能不能寫完 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 這個看上帝要不要給我 在兩年多到三年再寫得完 希望能不能寫得完 如果沒有寫得完 就今天給你講一個遺言 到這裡面子 很抱歉 到後來我發現 越來越時間不夠 我就跳了 沒有講過的地方 靜在不言中 以後如果有時間 我們有電話 台灣很小 隨時可以討論 上課這個東西 不是吃藥 有形的比不重要 無形的 我們親共在一起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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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